TV体育的观众朋友们跟随着镜头 我们再次回到昆山体育中心 今天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 也是第一轮最后一场 就是上海 上岗对上重庆当代 奥斯卡拉开空档 传到体育之内投球 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之下 张卫这是等于顶了一个半空门 当然是越位了 谁越位了 这不越位 这不越位 我感觉刚刚所有上海上岗圈 都无越位 边后卫 右边后卫张卫 刚刚能杀到 阵子之内完成投球公门 二连 打了 为什么抽到脚背外侧 而且他左脚没问题 在你后卫拿球的时候 包括我丢球的瞬间就开始强你了 这你就干嘛 投球 这已经是盯人漏人了 对 其实接触的就是很纯正的英式足球 李卡多洛贝斯 这不是英式足球 这细的奥斯卡 哇 太细了 这玩起来了 他连准打一下 奥斯卡呢 已经是为了把自己和李卡多洛贝斯这一次进攻完美的终结 他甚至选择了更为花哨的平摆带打 反正坐着那几个 那是有差别 还是有差别 这次投球一顶 这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机会 这就是实力 这本身不是上海上岗一个常规该有的进攻武器 但是奥斯卡说没关系 常规的最近打的不行 咱不常规的来点就可以 刚说到现在实际上这种身后球 没有让上岗的队员拿到过 对 是吧 但是这是唯一的一次 唯一的一次 奥斯卡抓住 这个谁 他要感谢谁 就是这谁 史迪利克 史迪利克 对 史迪利克对他充分的限制 史迪利克跟他说 你就是全场最亮的仔 哎呦 奥斯卡说我还可以再来一下 直接掉射 这是踢开心了 这是踢开心了 对 他看着门奖出来了 是吧 对 掉也没问题 但是我呢 要是我 我实际上应该 哎 青秋 落点不错 球进了 2比0 于海 左脚的买提江助攻 左脚的于海 但是于海用的是头 把球顶进了 哎 上岗这机器球你说 又是一个定位球 打进来 右边打一个 左边打一个 漂亮 到了进行之内 连踩两个单车 哎 这重庆对咱一进个实险球 不过个三四个人就不合适 这电动车这是 哈哈哈哈 玩一样 他你想想 他现在重庆的这种进攻啊 真是只能靠着外园的个人能力 你说谁跟他去搭是能做连续的配合 没有 我只能靠个人能力 两个 三个 四个 还真像那个 最近那个 费兰迪尿那个进球 是吧 想的简单了啊 上岗的防守 哎 这比赛呢 就回来点悬念 而且 重庆队队员跃踢 实际越好 二比二 53分钟 重庆当代 扳平了比分 我的天啊 奥斯卡没完成的调射 这一次重庆队队员帮着完成了 应该是董古林 这就是你一松 对吧 稍微一松 这就是真是 五一 左边的空档 传得很清晰 三点的包抄 直接传 但是一球确实也不大好打 虽然说是跑到位置上了 林创逸 打到最后 这难输 来 陈彬彬 自己来 打门 这有球也差很多 质量的还真不错 对 也的确是有难度 边的实际上 现在是有效果 有作用 又转起来 三比二 李胜龙 勤奋无比的李胜龙 前场啊 进攻三万元前锋 李胜龙说 进球的是我第四个 中国球员 你得传 是吧 传得不错 纯杰到 又位了 这球进的确实是漂亮 扣得真好 这叫重炮 是吧 这球属于 这是一般的文将 知道你要往那踢 我都没那个反应 对 反应不过来 还是有一点吧 用一套 替抚轮换阵 中文当代呢 略显惋惜的 但是也给我们 带来了惊喜 最终他们2比3 输给了山海上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